如何成为知识型 YouTuber? 第八点一集 2D 非角色动画的类型 2D 动画可以分为角色和非角色两种。 我们将在本集中讨论非角色动画。 借助数位技术在二维空间中创建动画被称为数位 2D 动画。 您无需创建数位模型,只需绘制图形即可。 创建一些图形并将它们设置动画以显示某种运动在技术上被称为数位 2D 动画。 动态文字 动力文字或动态文字,指的是任何类型的运动文本, 例如缓慢运动、扩展、收缩或变形为其他内容的文字。 动态文字已经非常流行了很多年, 从电影片头到电视广告,我们到处都能看到。 动态文字用于 1. 强调文字的含义。 2. 传达充满情感的信息。 3. 它也有可能引起观众的注意并极大的影响他们。 3. 摩显德弗尼频道提供了经典的动态文字。 4. 英哲伊布拉尼频道提供了数百个动画版式示例。 动态图形动画 您见过旋转的徽标吗? 那是动态图形。 还是上升或下降的图形? 这也是动态图形。 这种流行的动画类型具有吸引观众主要感官输入的独特能力。 它能唤起情感,建立更多的人脉关系,提高信息保留率并提高理解力。 许多动态图形依靠文本和图案来共享信息。 这使它们成为大多数品牌最强大的故事讲述工具之一。 好处 1. 节约成本和时间。 2. 独特而迷人。 3. 令人难以置信地共享。 1. 节约成本和时间。 如果我们将动态图形与其他动画和视频进行比较,我们可以说它便宜得多切益于创建。 虽然其他一些动画最好由专业人员制作,动态图形使您可以轻松创建动画。 2. 独特而迷人。 动态图形可以为普通文字或简单的广告增添优雅的气息。 它使视频更加独特和吸引人。 这样,观看者可以轻松地保留您提供的信息。 3. 令人难以置信地共享。 动态图形也具有很高的共享性。 正如您可能已经在上面注意到的那样,它主要处理文本和图示。 这意味着您提供的所有信息都会显示在屏幕上。 因此,即使是社交媒体用户也喜欢玩。 YouTube 上有许多动态图形灵感播放清单,您可以从中学习。 白板动画 白板动画被称为解释性视频动画的最佳类型之一。 这种风格的简约设计时观众可以专注于内容,而不会因太多视觉效果而分心。 白色背景、黑色或彩色绘图合手,这些是将这种样式与其他动画区分开的主要特性。 白板动画值得用于教育目的,因为它可以简化复杂的消息,这使它更具吸引力和娱乐性。 Minute Physics 和 Minutes of 频道 Minute Physics 是 YouTube 上的教育频道,由 Henry Reich 于 2011 年创建。 该频道的视频使用白板动画在一至三分钟内解释与物理相关的主题。 它将物理相关的主题分解为一到三分钟的片段。 DIY 白板动画可帮助您将与物理相关的复杂主题转换为内容丰富的小小视频。 在 2011 年,Rike 开通了第二个频道 Minutes of 该频道具有与它的 Minutes Physics 视频类似的风格,重点关注构成和发生在地球上的物理属性和现象。 RSA 频道 大多数其他动画频道经常非常依赖基本2D或卡通动画来讲述故事,但此频道常选择白板动画。 RSA 动画系列涵盖了经济学、社会甚至心理学领域的主题,并且其白板动画可以方便地分解大量复杂的信息。 我们在本集中讨讨论了非角色2D 动画。 但是,最重要的2D 动画是角色动画,我们将在下一集中讨论。